有的人说那不对啊 我听多少年了 说活性细胞 人老了不就是细胞分裂的慢了吗 那它是能促进细胞分裂 这人不就可以抗衰老了吗 其实大家也知道 衰老是自然的生理规律 所谓的逆生长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个活性细胞注入 它有一系列的问题 你看咱们现在有很时髦的教法 叫干细胞治疗 其实跟这个是一回事 就说你既然说是从阳身上 从什么上提取出来的活性细胞 注射到身体 说有健康风险 有可能出现感染呢 动物病原体感染呢 包括排疫反应等等 说那你从自己身上 取出来总没有排疫反应吗 问题是假如说 从你自己身上 你是一个六十多岁老人了 把你身上干细胞摘成 你这干细胞本身也老化了 再注射到你体内呢 无非是乌麻倒六阳 拆动腔不吸腔 说那说你年轻时候 就提取出干细胞来 然后培养 那什么如何如何 到你老的时候再打进去 那不就对了吗 问题是呢 现在的科学研究 发现了 就这种方式的干细胞 它不是随着你身体生长的 它是按照你的基因序列 自然培养的 有可能打回到你身体之内 不仅起不到 延缓衰老的作用 还容易带来一些新的反应 极容易肿瘤化 日前 瑞士联邦卫生部 和药监局发布公告称 阳胎素疗法的有效性 未经科学证实 健康风险早已显现 这一疗法可能导致过敏 注射出脓肿 血液感染 甚至是动物病原体传染 公告要求所有从事生产 进口 配销 或使用非法 杨胎素产品的医院及从业人员 必须停止此类活动 或立即申请相关执照和批准 就是人体是一个特别复杂 精密的 这么一个整体 如果你任何一个地方 打破它原来的规律 都蕴藏着不可知的风险 也就是说呢 瑞士的这个卫生部和药监局 没有把杨胎素一棍子打死 人家只是告诉你 就是说他没有现在科研能证明 他一定是抗衰老的 而且确实存在着不可知的健康风险 就有什么样的风险 咱不知道 就像咱们有时候看一种药 副作用 也不明确 就不知道可能有什么健康风险 就是人家没有说 他一定不好使 但是呢 人家否定了他百分之百好使 就是不像宣传机构 说的那么天花乱坠 说杨胎素一打上你 又什么变得青春年少子 如何如何 没有那么神的功效 就是没有科学定论证明 他会干这事 而且可能有种种风险 所以这个瑞士官方 他措辞是非常谨慎的 有人说那也不对 照你那么说 那些明星啊 名人都花那么大价钱 确实 咱们现在我就看到国内一些网站 经常有登 杨胎素宣传的 杨胎素 他不可能 能够像吹的那么天花乱坠 他也有不可知的健康风险 难道科学界的人不知道吗 为什么 我们现在在网上一搜 居然有很多大学的学者 教授和研究所 研制凿凿的出台一个论文 来为杨胎素 吾与吾的 毫无疑问 拿了钱了 在过去说比方说瓷器造假 蒙人 那是一些这个骗子 在跟这个专家对着干 现在是专家跟专家对着干 就像我以前说兴奋剂 兴奋剂是现在一些科学家 在研究兴奋剂 就是研究兴奋剂的 和反兴奋剂的 都是科学家在干 所以我想科学一旦要良心坏了 那这个咱们人类啊 在一定程度上 尤其消费者 那受到戕害是不可避免的